Solage 2023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針對尺寸上面做一個自動標註 所以你的產品不用再自己標了 它會自動幫你做TMI的尺寸生成 大家好 歡迎來到TCMIC 那我們今天在台中工具機展 那我們請到David 來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凱德科技 大家好 我是凱德科技的David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凱德科技 我們主要是負責西門子在工業用 會用到的一些軟體相關 包含設計軟體 分析軟體 還有加工軟體跟答案管理 除了銷售以外 我們也有提供一個完善的顧問服務 提供完整的一個技術面 目前凱德在台灣的市場 我們有總共六個據點 從北到南有台北 然後桃園 然後新竹 台中 台南 跟高雄 六個辦公據點 同時我們除了銷售軟體 以外也提供了完善的一個課程資源 所以目前我們也是一個 西門子認定的一個 金牌代理商的部分 那提供一個完整的服務 那據點的部分我們都同時也有 教育訓練中心 可以提供給客戶去做一個完善的教育 那同時我們也有寫課本的部分 提供客戶一個完整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參考書 那包含CAD的部分還有CAM的部分都有書本的部分 那也歡迎各位可以關注我們凱德科系 在這一個方面提供的一個服務跟資源 Kerry 你可以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次SUDY EDGE 2023年的新功能嗎 OK 好 我們SUDY EDGE 2023的話 因為這一次其實是不管在功能面 或者是這個介面上面 其實它都有做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對 那比方說SUDY EDGE 2023的介面來講的話 它會跟NX的這個介面做一個整合 會做一個統一 因為其實西門子他們就是未來是要做工業4.0的嘛 所以不只是SUDY EDGE跟NX的整合 它包含了在我們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 會使用到的所有的軟體 其實它在介面上面全部都做統一 那我們在切換軟體使用的時候 會變得非常的方便這樣子 那此次有推出SUDY EDGE XAAS雲端服務 可以簡單的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未來我們是有可能在手機平板上順暢的演示繪圖 OK 好 那雲端上面的整合服務的話呢 像我們的這個檔案管理 因為其實檔案管理它現在不只是 你需要在本地上面去架設伺服器 這是其中一種方式 那現在呢我們也在雲端空間上面提供了一個 你可以去做檔案管理資料的整理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是搭配亞馬遜的平台去幫使用者做管理 所以也不需要去擔心一些資安上面的問題 對那如果是在平板或是手機上面去做一個 產品的展示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跟客戶的討論 有一些尺寸上的標註或者是註解 想要看產品的 火勢圖內部的結構都可以非常方便 那此次是有針對尺寸標註的方式進行優化 可以幫我們多介紹一點嗎 OK 其實以往沙烈局它就有提供這種PMI的動態尺寸的標註 跟修改 讓我們可以非常方便去做你的模型的這個色變調整 對 但沙烈局2023呢 它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針對尺寸上面做一個自動標註 所以你的產品不用再自己標了 它會自動幫你做PMI的尺寸生成 那再來就是你有一些重點注記的時候 你也可以直接注記在你的產品上面 這邊有提到一個智慧減重 是不是只要提供相關數據可以自動分析結構 有哪些可以減少 請問這是怎麼做到的 好 自動減重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我們會去輸入我們需要的一些參數 比方說我會有產品的材質 然後我會有我的 因為你可能有一些負載約束 設定完這些參數之後呢 沙烈局它就會幫你自動去做這個求解 會做幾何的運算 所以你就可以達到最輕量化的產品 但是又符合你需要的這個強度 對 那產生出來的結果呢 你也可以直接拿來 比方說你要做後續的3D列印 或者是說你要做傳統製造的這個優化 它都可以去做到設定 為什麼要選擇沙烈局 現在市場上有這麼多不同的繪圖軟體 沙烈局有什麼優勢 OK 好 那因為沙烈局它其實就是西門池的一個設計軟體的主軸之一 對 那所以它在它的功能面 還有效率上面 其實都會相較於同階級的產品 它的增長幅度是比較大的 對 那所以在效率上面的話 它也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我們需要的這個產能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選擇沙烈局它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 David 凱德科技有哪些特點是其他品牌沒有的 請您用一句話對我來想選購繪圖軟體的朋友說 OK 凱德其實提供的是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那包含從產品的設計 然後到分析 到加工 然後到檔案管理 基本上我們全部都有 那可以提供給客戶最完整的一個服務 那也希望說未來有需要軟體的部分 都可以跟凱德科技做聯繫 最後如果觀眾朋友想要來到展會現場了解凱德科技 未來凱德科技還會在哪些展會上展出 OK 今年的部分我們在11月份開始 就會有2023的發表會 那從台南開始在首場是11月18號開始 那台中場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11月的24號新幹線的花園酒店 那也歡迎各位可以有空力臨參加 那我們的發表會 謝謝 MING PAO CANADA